中英生理十二因年 中英生理十二因年 這個部分是臉有特別齊齊 要我一定要講出來 十二因年是元節慎所修的十二因人法 就佛陀在阿涵史所講的 四聖地苦疾滅道十二因年 五敏行世 明壽六路 促壽愛其有生老鼠 我跟亡者開世或者跟病人開世 我都會講四聖地苦疾滅道還有十二因年 因為十二因年最能夠代表佛法講的三世因果 那麼中英生跟十二因年有什麼關係呢 有關係 因為要來入胎的就是中英生來入胎 我們說最慢七七四十天會來入胎 那麼來入胎那個就是中英生 他到人道來 中英生轉人道 他有得人生的資格 這個說來入胎的就是中英生 那我們讀新經裡面有一段經理 無名亦無名進 乃至無老死亦無老鼠進 無苦疾滅道 無字亦無得亦無所得故菩提煞道 到最後怎麼成就菩提呢 要無名亦無名進 也就是十二因年也要放下來 乃至無老死就是十二因年還妹們 亦無老鼠進 無苦疾滅道是 四聖地阿羅漢聖文聖也要放下來 無字亦無得是指六度萬恨也要放下來 是指菩薩聖也要放下來 慧三聖為一聖 就成就的無字亦無得亦無所得故 菩提煞道 那麼從無名到老死一共十二個階段 顯示生命的過激線在未來三世流轉的過程 這是佛法裡面非常重要的理論跟觀念 佛法講眾生 是包括六道裡面的一切眾生 十二因年是專指人的立場來探討 他這裡面沒有包括其他道 只講人道 因為諸佛都是在人世間出生的 在人世間釋現的 所以只有人才能夠信佛寫佛 才能夠解脫自在 十二因年就是無名行事 零色六路俗壽愛己有生老鼠 其中無名行事 這個無名行是過去世 就他還沒來脫胎以前 前面的過去世 所以我常跟王者開始說 比如說這個王者是八十歲 我說八十年前 你跟這次一樣有很多煩惱 那叫無名 那你有煩惱跟層接觸 眼見樹 噢文森你就會起什麼 看他好的就喜歡 看他不好的就起這個 排斥取捨 攀臉取捨 這叫行 所以無名行屬於過去世 那世屬於過去到現在的主體 他是跨越過去世到現在世 乃至於未來世 所以無名行事這個世 就是我們佛家講的神世世神 民間講的靈魂 那民社呢 六路促壽愛其有 這個是指現在世 那最後生老死死於未來世 老死以後在一個生 又從無名行事一直流轉不已 那無名是生死的根本 從無死以來就有 不是上帝給的 不是活菩薩發明的 眾生一開始 他本質是佛 但是他開始就是眾生 他沒有覺悟 就像金礦裡面的金子一樣 那金子是佛 那礦是眾生 所以 一日為金 終生不為礦 他一旦開悟了 就不會回到凡夫的城市 所以 金跟礦 本來金是夾載在礦石裡面 要把礦石洗煉了 金的就會顯現 那無名就像礦中的石頭一樣 那無名就像礦中的石頭一樣 所以無名不就是佛了嗎 你只要斷無名了那就成佛了 所以有無名就不是佛 有無名就不是佛 是煩惱的眾生 那麼當一起生命結束的時候 生前種種的善惡異 聚集成一股很大的力量 讓他去受爆 就是氣候來先做主攻 就是那個很強的力量 投為下一期生命的主體 心裡起生命的主體 這個生命主體叫做是 和五印中的士陰是同一個東西 當人在轉世脫胎的那一刹那 他的士加入了腹筋母血 就是受精卵 而成為臨色 臨是指士 色是指受精卵 入胎之後 一兩個月之間 胎兒的眼耳鼻舌生意等官能 就慢慢形成了 這稱為六路 六路就是六根 那麼胎兒出生以後 他的六根跟外面的世界接觸 就有觸 觸以後就產生苦肉的感覺 苦肉的感受 喜歡的就是去追求 不喜歡就擺脫 這些呢 一併都叫做愛 當愛的心理活動 互之行動的時候 成為事實 這個叫取 愛取有 取 在追求和擺脫的過程裡面 不美又造作了種種的善意 和惡意 以示便又有了未來受生受死的果報 之生的因 這叫有 這段很重要 在追求以擺脫的過程裡面 就是攀臉取舌 不美又造作了種種的善意 跟惡意 以示又有了未來受生受死的果報之生的因 這叫有 這叫愛取有 所以有和前面講過的是 它是同一個性質 所不同的是 是指今生脫胎受爆的因 有 有是指來世投胎受爆的因 如此而已 以示 憑了這個有 來世又去受生了 然後又老死了 就這樣 三世因果 生死流轉的關係 像一條鏈子 鏈條 永無止期 老死以後 又生 生了以後又老死 就像一條鏈條一樣 永無止期 從小生的觀點來說 十六英年都流轉 就是生死不已 十六英年還滅 就是了透生死 不在生死之中 進入內盤 那生死怎麼來的呢 其實根本原因就是無名而生 有生就有老 有老就有死 如果沒有無名 就不會有生 所以阿羅漢 彼之佛 像阿羅漢他就破我子 他破見世後 他入內盤 他不受生死 他不受獲有 他也真的了透生死 雖然他只是 進入拼真內盤 但是他也了了生死輪迴 所以如果沒有無名 就不會有生 不生也不會有老死 所以小聖呢 是要斷無名了生死 那大聖呢 要民心見心 盡心生活 要悟空假 入中觀 大聖菩薩呢 更深测的是智慧觀照 既然 既然現前的諸法都是空 是假 走十六因年所呈現的 三四流轉的生命現象 也不理五因諸法的生命 所以當然也是空的 也是假的 那生死的根本 是無名 既是空 既是假 就不必去斷無名了 覺悟以後 無名自然就斷掉了 所以從無名以下的形式 民色 到有生老死 也都是一一的 是空是假 就不需要去了生死了 換言之 一位大聖菩薩 他側見十六因年的 扭轉向是空的 那麼十六因年的還媚 也就跟著不存在了 所以說 無名亦無名禁 乃是無老死亦無老死禁 這個禁就是還媚的意思 恢復性德 因此 對大聖菩薩來說 煩惱即菩提生死即內盤 了悟空性之後 他既不戀生死 他也不怨生死 這個微妙就在這個地方 真正的大波涅槃 他不住生死 他也不住涅槃 所以什麼叫不住生死呢 就是佛陀所證的 他不戀生死 他也不怨生死 這才是真正的解脫 如果你還有一個 我不戀生死 或者說你還有一個 我不怨生死 那還是 心中有一物啊 這本來無遺物啊 所以既不戀生死 也不願生死 他不被生死所附 自在於生死之中 這是大解脫啊 是大波涅槃 所以 這個十六英年 為什麼跟中英生有關 就是 前面講那個無名行事 那個是 就是中英生 十六英年 就有這個中英生 他順了這個十六英年 所以我們就把中英生 跟十六英年 來做這樣的一個 係數 跟了解 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到這裡